一九四九年是一个历史的转列点 两岸这个名词也是在这样的时代夹缝中生出的 我非常的钦佩沈春齿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沈金金先生 我觉得他很了不起 在这一个大家都在选边站的氛围当中 他愿意花那么多的精神时间人力物力 来完成千台历史记忆库的系列制作 那些相框 老相片 老的打字机 这非常难得的 我个人很惭愧 虽然我是很年轻就来到台湾 可是我什么都没带来 就带了一支步枪 一支笔 陈曼达我的确很用心 给这个两岸故事留下来了个记录 留下了点痕迹 尤其让我们第二代第三代年轻人知道这个大时代的动乱 这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一个大拥和 我觉得这个展是可以在情感上勾起大家对当年艰困年代的那种温柔敦厚 以及克服困难的那种心情 然后重新正视我们现在的处境 进而勾勒一个比较和平 更丰富的未来 苏花公路啊 中恒啊 也是那些老前辈在那边来打造的嘛 所以让我们后人享誉这些交通方便 那这样也是要感谢他们的辛苦 辛劳 从49年来的大概有120万的军民 第一代的人大部分都走了 现在可能只要第二代 第三代 可能到第四代了 如果这个时候不再抢救那时候的回忆的话 可能就沉溺在历史的过程里面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那么每个人 每个家庭都不一样 有来自于东北的 有来自于西北的 有来自于广东的 湖南的 江浙这一带的 怎么来的 都是不同的故事 那把这个留下来 也是血 也是泪 也是值得回忆的一部分 因为几乎每个东西都让我唤醒过去同年的回忆 所以你要问哪个东西特别让我印象深刻 我可以说大概每个东西都有不同性质的 对我产生一些感想 这个时光 这个道理 我想心中感触很多 我觉得每个东西都令人值得激动 令人值得去回味 在现场其实当一个一个上去把这些物品展现出来的时候 好感动 我真的是 嗯 不会讲 就热泪荧光 我觉得 那种感觉是好久都没有了 那种感动 是 包含了三个官校 陆军官校 海军官校 空军官校 全部都在高雄 高雄也是我们眷村文化的最重要的一个地区 所以说也希望在这个平台之下 带领我们各地的这些协会 能够把我们的文化全部都注入出来 来呈现 来让我们所有周遭人都能够理解了解这个文化 好 谢谢 其实我在看每一个物件都非常的珍贵 那从这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一个三寸经验 你想当时那个角川一个三寸经验 他怎么样在那个动荡的时段来到台湾 我想这背后的故事一定是非常让人深刻的 好